飛行時代來臨 旅遊業興盛各家航空公司也把握機會開拓航點 更紛紛大舉真才 向上華航宣布招募超過上百名的客艙組員 明天中午12點開放報名 報考標準需具有教育部認可學士學位會以上的學歷 以及多億600分以上就可以來報考 此次招考錄主人員也預計在8月會陸續報到 完訓後上線為旅客提供服務 而今年度也有招募120名的機師 另外在常航空也有招募機師 先前跟到國立台南大學進行企業招募收明會 至於台灣武航招募培訓機師跟客艙組員也超過百人 培訓機師的招募時間到5月31日截止 不用具備航空相關工作精力多於750分以上就可以來報考 至於客艙組員月底也將進行出事 錄取者將在2024年的下半年分批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下載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